神游机,任天堂推出的第一台国行游戏主机 看起来像一个XBOX手柄 但这个确实就是一台完整的主机了 我手上的这一台二手神游机盒子上还贴着2003年的价钱 上面写着598元,王府警百货 21世纪的开始,人类功利的第三个千年 每个人都在展望新的世纪,对未来满怀希望,充满力量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发展的时代 有一份报纸悄悄看在了一篇特殊的专访 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人,直至现在也能感受到他的回响 黄头发说,你的电脑游戏玩得这么好,怎么就不知道呢 这电脑游戏就是毒品,就是海洛英4号 不是我引诱他,孩子一米一上,自己就会变坏 老板补充说,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只有一个结果 男孩子最后变成抢劫犯,小偷,女孩子最后变成三陪小姐 紧接着,2000年6月15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这则针对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意见的通知 禁止了所有游戏机的生产和销售 此后,虽然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的监管逐渐放松 但主机游戏却进入了将近20年的冬眠 任天堂好像是动作最慢的一个 直到2019年才通过和腾讯的合作正式进入中国 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是,但不完全是 虽然2000年的游戏禁令非常严格,像对待毒品一样 但是对游戏机的销售禁令似乎只对进口游戏机有影响 国内市场依然流行着像小霸王那样的山寨学习机 任天堂看准这一点,本着有志者试进城的决心 2003年,在苏州和硅谷图形公司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神游IQ,以合资公司的身份帮任天堂往这个蓝海市场输送游戏机 今天的主角神游机就是他们引进的第一台任天堂主机 在政治和市场的上下夹击中诞生的这台N64国航 它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行货主机不太一样 非常神奇 神游机是N64的国航版没错 里面玩的也是N64的游戏 只不过长得完全不一样而已嘛 这是因为它的硬件软件都是神游自主研发的 这里写了IQ神游机3D真立体Nintendo 保修卡,说明书 还有随机附送的玛丽欧医生 脑力大对抗,挑战你的IQ极限 数据线1,2,3 来了,一个长得很像Xbox手柄的N64手柄 有N64所有的按键,摇杆 手感还不错 特别是摇杆的手感 很像我做的Mega Switch Pro XXLSB 它的十字键也挺奇怪的 对,手柄就是主机 整个N64的部件都内置在了一个SoC上 放到了这个手柄里面 手柄直接连电视就可以完了 N64是97年的主机 神游机是2003年推出的 这个时候任天堂已经推出下一代家用主机 GameCube了 但是神游把整个N64的零部件放在这么小手柄大小的身体里 完美地运行原版的N64游戏 感觉还是非常牛逼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旧神游机这么别出心裁 不走寻常路呢 一个是跟当时的禁令有关 当时所有的游戏机都是被拒之门外的 2003年 索尼在北京开发布会 宣布旗下PlayStation 2 以电脑娱乐系统的名义在中国大陆上市 会后索尼立即就接到了文化部的游戏机 禁止在大陆销售和广告宣传警告 PS2好歹还长得像DVD 像N64这样插卡带的游戏机 那就更不能够被接受了 所以神游机首先就不能跟任天堂关系太紧密 必须是神游公司自己做的 第二 神游机就不能够是台游戏机 那这货是什么呢 三维互动系统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听起来特别学术 高深莫测的 然后再配合神游在政府里面的疏通 才得意让它上市 另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反倒版和低价 2003年的单机游戏市场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买正版游戏的 毕竟一个正版游戏300以上 一个倒版10块钱 还有中文 想要在这样的市场开公司 卖正版游戏和行货主机 反倒版是肯定要做的 而正版的实体卡带的发行成本较高 生产物流渠道库存 每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 比如当时神游的正版GBA卡带 是200块钱左右 这个价格和倒版比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这就是神游最后想出来的主意 官方烧录卡 不做实体卡带都改成数字版发行 而且因为设计不同 神游机和N64并不互通 插不了N64的卡带 而且N64也运行不了神游汉化的游戏 所以基本上就告别倒版了 在网络和物流都不发达的2003年 神游发行数字版游戏的方法就是 神游加油站 这个加油站 是神游专门开发出来销售神游游戏的机器 神游机的玩家看到了广告 为何他如此高兴 因为他在情人节收到了男友送的神游机 之后想要买正版游戏 你要先买一个神游票 可以兑换一个游戏 找到一个实体的神游加油站机器 长得很像ATM机 在上面扫描你的神游票 插入你的卡带 然后神游机会把游戏烧录到你的卡带里面 一个卡带可以装多个游戏 取决于不同游戏的大小 我听说神游加油站这种做法的时候 大呼卧槽 省下了物流仓储渠道等实体卡带的成本 神游票的价格只要48元 这个加油站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 如果它没有那么贵的话 游戏店老板如果想在店里摆一台神游加油站 就要给神游15000的押金 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 加上经销商摆神游加油站的利润也不高 一座城市里一共也没有几台加油站 非常不好找 很多地方的玩家烧录个游戏 还需要把卡带寄到别的城市烧录完再等着寄回来 这可是前网购时代 没有那么发达的物流 直到2004年神游推出了神游在线 可以让神游机通过USB连接电脑 兑换你的神游票下载到神游机上 这个网站现在还可以上得去 只不过下载功能已经停止了 你看这边写着 iQ Player采用国际顶尖的电视互动娱乐技术 作为新一代家庭电子教育产品 iQ Player为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而iQ游戏软件更可促进孩子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 厉害 下面还有什么 共游盒和共游机 就是你要玩本地连机的话 多人游戏什么的 就要通过这个东西搞一搞 你看这个神游在线 电脑 奔腾2350以上 至少一个USB接口 网络要求宽带窄带 无线上网接口 窄带 其实我没有听说过 真正代 反正应该是挺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 哦 神游在线 还可以享受其他多项服务 哇好多啊 哦还有好多个即将推出 远程多人比赛 玩意有 远程交流 游戏技巧咨询 哦 这些都是即将推出 但是再也没有推出的 那我们把这个接到电视上玩一玩吧 呀 哦 动物森林 那个时候还叫动物森林 还没有翻译成动物森友会 要62个 健康游戏忠告 抵制不良游戏 拒绝盗版游戏啊 Rover Rover 快来坐我对面 你开店的朋友该不会是 礼貌 老冤家啦 怎么有种三生三世都逃不开你们的感觉 神游玛丽欧 新妖戏 OK 就是玛丽欧64 最近不是那个玛丽欧35周年嘛 公布了3D玛丽欧的一个合集 里面就有这个玛丽欧64 但是还是没有中文哦 唯一官方中文 依然锁定神游机 抱起你 并把我摔到这皇室的草地上吗 我想你 还要告诉我我要怎么做 啊你把我抱起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 哦 再摔 哦 什么 玛丽欧我会遵守诺语言 这就是你的心情 哈哈 Here we go 塞尔达传说 时光之敌 占的格子非常多 114个好大哟 这个手柄好热 哈哈 不愧是主机 哇 Hey listen 这就是十字敌的第一个迷宫 得酷术的体内 哎 砍菜 哎呀呀呀呀呀 树被诅咒了 需要智慧和勇气打破诅咒 我有勇气完成这项使命吗 没有 直到停止服务 神游机一共有14款完全汉化的中文游戏 除了马利欧医生 石之敌 动物森林 F0和马利欧64 还有纸片马里奥 星际火湖 马利欧卡丁车 要吸故事 最语乏地球的继承者 越野摩托 任天堂明星大乱斗 组合机器人 神游机盒子背后的 塞尔达传说 梅组拉的假面 翻译是 魔力面具 到最后也没能问世 神游发售神游机 支出的目标是100万台 如果模式成功 任天堂还会把它推广到 其他收入水平不高的地方 但神游机最终的总销量 只有1万台左右 我手上的这台 也算是万分之一的限量款了呢 别说推广先进经验了 神游后续开发中的GameCube也难产 Wii也没能引进 虽然神游成功引进了 从小神游到3DS的 大部分任天堂掌机 但N64神游机 却是唯一一台 在中国市场销售过的 任天堂国行家用主机 我找到一篇2003年 神游机发售之初的报道 腾讯游戏上发表的 最后是这样写的 任天堂成为第一个 进军中国内地的游戏机厂商 受进军中国市场利好消息的影响 9月22日 任天堂股价最终成交价 提升260日元 即2.8% 报收于9560日元 日本索尼已经明确表示 会在年内销售 家用游戏机PS2的方针 微软Xbox至今还没有发表 具体的计划 相信视频游戏三大巨头 会守中国的日子 不会太久了